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成人的营养品呢,我们有什么呢,OK,所以这个还没有,我们就讲一讲,很多人讲医生不鼓励我们吃营养,对吗,错了,其实医生鼓励我们吃营养,JAMA2002呢,JAMA是什么呢,这个是非常有权威的医协看物来的,所以只要登在这个医协看物,所有的医生都认同,明白没有,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人无法单靠饮食摄取理想的分量 跟全部的维他命,虽然随机测试常态,有显示有关维他命的有效强烈证据,为了慎重起见,所有的成年人都必须或者是以服维他命补助品,以测安全 就是说,at least最少一天要吃一颗multivitamin,OK,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那我们的multivitamin呢,我们成人的就有Double X,OK 那Double X呢,里面呢,就是有12种维他命,9种矿物质跟17种的植物浓缩数 这个Double X的卖点呢,它卖在哪里呢,就是这17种植物浓缩数 17种植物浓缩数呢,它现在呢,的这个,写在那边是17种 但是呢,美国的科学家告诉我们Double X里面可能有上百种以上的植物浓缩数 植物浓缩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植物的免疫系统 它有几个重要的功能,你们写上来 第一个,它能够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破坏 只要细胞膜的屏障越强,不会被破坏 我们的DNA,或者所谓的基因,就不会被改变 只要基因不会改变呢,细胞不变异,它就会减少癌变的病发力 听到没有 第二,它会增加细胞代谢的能量 细胞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就好像一个小乾坤,或者是一个小生命体 它本身也是会呼吸代谢,也要食物的 听到没有 所以呢,如果我们吃植物浓缩数够的话呢 细胞的代谢就会好 它也会把毒素吐出来 它也会把营养素给带进去 细胞的能量呢,就会增加 细胞的能量一有 人是不是,器官有能量 组织有能量 听到没有 人是不是会有能量呢 就这么简单 好,第三 它能够帮助肝脏排毒 因为它会刺激肝脏的排毒酶素 第四 科学家告诉我们 植物浓缩数能够有效的修复 已经受损或者是被破坏的RNA跟DNA 所以这个产品实在很好 你们有钱没钱都想办法借来吃 听到没有 OK,所以尤其是给一些 经济能力不是非常许可的年轻人啊 学生啊 比如说你要推荐,你就推荐这个给他 也许运动员啊,听到没有 OK,他们又没有想要吃很多 你可以推荐给他 田亮啦,富民虾啦,阿萨坡 全部都吃这个的 明白没有 OK,所以他们跳水这么厉害 OK,好 所以呢 好,就是这四个重点 所以如果人家问你 那不是有什么好 你就讲除了它有这个 矿物质跟维他命以外 它的最大的 这个效益 就是这十七种龙缩树 这十七种龙缩树就是有四大这个重点 就可以了 听到没有 OK,他们外面卖的那些啊 其他产品是不是有什么 什么钱的啊 有没有,一只燕子的啊 什么这个叫做 仙人掌啊 千年仙人掌什么的啦 对不对 其实那个就是植物龙缩树 但是它只有一种 听到没有 它是那个一包卖多贵吗 四百多,好像五百了 现在 听到没有 但是现在我们这边一小盒多少钱啊 顾客价来讲一百四十六是吧 各位朋友 我们不叫便宜 我们叫做公道 我们叫做有道德 听到没有 OK 我们不会乱卖的 OK好,来 所以呢 Double X呢 如果你在吃的时候呢 不要空腹 你们要吃饱过后才吃 OK 然后呢 吃饱过后吃的时候呢 早上吃一次 OK 午餐或者是点心的时候才吃一次的没事 OK 然后呢 一天就能够提供你三千四百个OREX的抗氧化效效效效应 OK 然后呢 有人吃了OREX就有以上的一些作用啦 第一 有人吃了过后很累 有没有 OK 为什么 为什么累 蛤 修复 很简单 这个OREX里面的食物浓缩是吃下去马上第一个肝脏的排毒美术被启动 第二 他进行修复DNA的时候呢 一定是要在我们怎么样呢 休息的时候才能够进行 所以呢 这些人如果吃下去很累呢 就是都在过去里面呢 熬过聋了 听懂没有 熬过聋了 明白没有 然后呢 我们里面的OREX呢 有脂溶性营养素 是需要被储存在肝的 肝脏在储存脂溶性营养素的时候呢 是必须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才能够进行 所以如果吃了下去很累的朋友 各位朋友 就证明你们在过去熬得太厉害了 你们就休息嘛 明白没有 OK 第二 有人吃了头疼 听懂没有 为什么头疼 不痛就痛 痛就不痛 就不痛就不痛 所以吃了过后头疼的朋友 请你增加E跟Omega 我的市场经验告诉我 很多吃了Dubax过后这边疼那边疼的 我都会建议他去做协议检查 最后的报告呢 他的Colesterol一定是到Borderline 有的是超过了 OK 不然呢 就是肋风式因子很高 明白没有 就是身体很容易有发炎的因子 所以其实很多的猫细血管有毒塞 所以你增加E跟Omega 明白没有 OK 那有的人吃了会泻肚子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跟你说 这些人在过去 不是过去吃 过去几年 他一定在病的时候就吃 吃药 长期吃药的朋友 OK 避孕药啦 抗生素啦 止痛药啦 筋痛的药啦 吃了这个就会泻的 为什么 排毒 OK 那有的人吃了说 皮肤会长红红的东西 明白没有 OK 为什么 血毒症 这个人 他一定过去当中是肉食动物 血液的酸度太酸了 所以他吃了这个 这个Double X 是抢碱来的 它是 Aconline的 你看吗 他会把我们的血液的这个 PHS 尽量给 调去 Aconline的 弱碱性 血液里面的碱性物质 就是 其建议 矿物质 跟植物浓缩 OK 好 来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呢 Double X呢 OK 他的植物浓缩是 17种呢 是来自 苹果浓缩素 芦笋 蔓叶极枝 葡萄多芬 乙衣甘蓝 万寿菊精华 番茄精华素 安石柳精华素 羊里精华素 米蝶香精华素 野生蓝莓 羊苏叶 浓缩素 各位朋友 你不可能一吃吃17种 对吗 但是今天一颗在手 17种完全知道了 明白没有 OK 所以呢 里面的这九种矿物质 刚才我们在 呃 培训的时候 我们就给你知道 这些矿物质 最人体的重要 各位朋友 里面有一个成分呢 就是Zinc跟Celenium Zinc跟Celenium呢 是针对那些 发育的朋友 比如说 刚刚发育的朋友 12岁啊 13岁 在发育中的这些 年轻人 你给他吃 他会针对他们的 这个什么呢 生殖器官 跟他们的这个 生理器官 所以昨天就有一个 太太来问我 她的女儿已经22岁了 然后呢 但是呢 发育不完整 胸部完全没有长 听到没有 但你们不要笑 这个其实是蛮老人的 明白没有 但是很多男人就很担心 一直长 听到没有 哈哈哈哈 所以呢 我就跟他说 没办法 你吃下给他吃Double X 跟Protein 还有EBO 听到没有 OK 所以呢 我有一些 那个时候我们做案例的时候 我的一些下线的亲戚啦 孩子 全部都是12 3岁的 他们都是Double X的 现在一个一个都长得很高很高的 明白没有 然后都看到他们很 很active的 OK 然后女孩子又长到 挺挺毅力 很漂亮的 有的些面状 然后面也会再人 听到没有 这些都跟吃出来有关系 OK 所以呢 有一次我讲完这个 在JB就有一个年轻的21岁 老师 我还有机会吗 他长这么矮 听到没有 我讲有 哇 很开心 一天吃几粒 我讲没有 下一试 里面呢 还有一个成分呢 OK 是Gromium Gromium好像是这个字 OK 这个叫什么 木吗 怎么读 应该是木啦 OK 有边读边没边读上下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Gromium是怎么样呢 帮助糖尿病患者代谢葡萄糖 所以如果有糖尿病的人给他吃 他也能够修复胰脏 所以如果那些经济不许可的朋友 各位朋友 Protein XX两个组合就很好了 听到没有 真的有的买顾客 你们要卖他很多 他们真的是没有钱 有的上班的 他们一个月做千八块 他们每个月要拿出两百块 再来吃是好像割他的肉 但是他又很想吃 对不对 你就可以开始用Protein跟Dubblex给他 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听到没有 我们在推荐营养 我们也要看对象的经济能力 对吗 OK 那与他的需求 我们就跟他搭配 所以这个叫做专业顾问 明白没有 那当然如果他经济能力虚可 那整套是最好 像我们是一桶一桶这样吃 听到没有 所以营养要在几时吃最好 各位朋友 早餐 饭前还是饭后 如果以营养学来讲 他应该要在饭后吃是最好 以经济学来讲 他一定要在顾客的面前吃才最好 所以我问的问题有吗 陷阱 所以人家问你 你是用经济学的角度问这个问题 还是用营养学 OK好 回来 所以呢 接下来呢 那Double X呢 你知道Double X 我们的营养 都不是在动物那边做示范的 听到没有 都不是做实验的 都是在人的身体 所以有500名的志愿人士 这些都是来自三间大学 韩国首尔的停事大学 中国广州中山医药大学 中国北京的北京医药大学 这500名的这个志愿参加者 当然他第一个是想要吃我们免费的Double X啦 第二可以顺便调理身体 OK 他们六到八个星期 长期吃我们Double X 一天就吃两次 在测试以后呢 发现到 他血液里面的营养素水平提升了 细胞的抗氧化能力呢 怎么样呢 提高了 DNA的破坏呢 减低了 各位朋友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刚才跟你讲 那植物浓缩数的四大重点 明白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卖点 每个产品都有它的卖点 知道吗 OK好 来 所以呢 如果想要更了解的话 就看Pitch OK 82 95 98 105 关于Double X的 你们几点